Hello,大家好,我是黎明,不是刘德华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越演越烈 然后还有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有要求在国外设厂的一个投资想法 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来泰国设厂投资 开设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优惠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能否顺利的出口这些产品到世界各国? 今天我就带你们了解一下泰国开设工厂的条件和政策 第一个就是整体介绍一下泰国的投资环境 第二个就是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洛杰娜园区 第三个就是在泰国的一个针对企业的一个情况需求 我们来介绍一下企业的成本 比如水电器工人等等 那我们先来第一部分 泰国呢它是人口呢有6800万 国土面积呢是51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四川省的面积 但是人口没有这么多 印象里其实泰国觉得旅游业农业是重点 但实际上它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呢占的GDP的比重呢也还是比较高 近些年来这个泰国呢也一直是在不断吸引各个国家来泰国投资 像中国呢是中国大陆是增速最快的 我们总结了一下说来泰国投资有八大优势 像第一点呢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位置 一般能发展起来的地方都是要靠近海边 领海或者说交通比较方便 泰国呢就是位于这个东盟的中心 不管去印度欧美还是澳洲位置呢都非常的方便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这个经商环境相对宽松 它没有这个外汇管制也没有本地化率的要求 而且呢现在又是这个东盟 所以整体上这个经营环境也比较好 还包括这个社会和政治环境 因为它是信仰佛教嘛 而且呢又是推行这个君主制 整体上呢社会比较稳定 除此之外呢 企业工厂啊来这边投资 那这个对工业基础设施的要求呢还是比较高的 但泰国呢这边是电比较充足 交通呢包括这个高速路 都是四通八达比较方便 以及这个网络通讯 电是主要发电是什么这边 是煤没发电 就是是火电呢还是老天 前面介绍是一些硬件 像这个这块就是软件啊 相当于泰国政府 它有一个叫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投资优惠政策 解决了这个很多企业来这边投资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它会有这个税务相关的 年企业所得税三到这个八年不等 以及这个它的进口设备原材料相关的都有这个免税 还有那就是说 外商来泰国投资啊 可以百分之百的独资 可以买卖土地 外商来投资这个百分之百的独资这个它有门槛吗 或者是有领域吗 对就是BOI它有鼓励的这个行业制造业 在东南亚各个国家相比较 就是泰国它的这个优惠政策力度是最大的 其他国家呢一般都没有说能够买卖土地 只有泰国是可以买卖土地 并且是永久这个土地所有权 其他国家一般都是比较都是租 除此之外呢 泰国可能还是给大家的影响就是这个微效活动 像这个英拉总理比较熟悉 人民比较友善 工人呢也比较好管理 然后这边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泰国的十大行业 像这个汽车计算机以及橡胶制品 都是这个出口的前三名 主要的贸易博伴也就是中国美国日本 您前面问到是哪些行业 这边它有专门列出来 就是下面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波加纳工业园区 波加纳工业园区呢 是由这个也是老板那是太极华人 杨锦芳家族 成立呢今年是第34年了 我们现在也是泰国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 占地呢大概有70平方公里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就是 三十多年来一直就是做工业园区的这个开发 除此之外在我们大城工业园区啊 有自己的发电厂 有三个天然气发电厂 一个光伏发电 还有一些厂房啊 商业地产的这个业务 那你们这个发电厂它是专门供工业园区的还是也供外面的 就说上不上网吧 并网 公司呢在1995年在泰国政权市场上市 嗯 现在市值大概是个什么水平 现在大概是在400400到500500亿泰铢 这是我们在这个泰国的一个园区的分布情况 就是截止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共有9个园区 实际上都集中在好像都很集中哈 就是这一片 就是靠近码头对 靠近曼谷 靠近那个工业重镇 几个府 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泰国湾 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曼谷的北部嘛 是 在这个区域开始 就是我们第一个园区大型购义园区 后来呢泰国它就不断的这个 开发这个临加班港口 它变成最大的一个渗水港 所以很多园区呢就集中在这个区域了 因为很多企业出来 它也是为了规避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高关税 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 出口的话还是需要靠近港口 我们就重点列出来的几个园区 这个全是你们的几个园区 全是你们的几个园区 全是自主开发 对 像大人园区就是水电 人工比较便宜 这边呢 像本林汽车就在这个园区里面 很多日本的这个企业 最开始来泰国 比如在这个园区 像保渊工业园区呢 就是新开发的一个园区 离港口只有25公里 离港口最近的 离港口其实最近的是零沙湾 只有9公里 但是呢它因为靠近港口 地价比较高 对 一般都是正对主要还是欧美 日本的客户 像大陆啊 或者台湾 香港这边呢 主要还是在保渊 或者是保单这边 地价时钟 位置呢 其实也还不错 那这个就一个是汽车比较集中的 在大陈就是最早的那一个 对吧 对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园区的一个投资优势 首先就是一个你看 经过33年的发展了 我们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工业园区的开发管理经验 全球知名的一些企业都落后在我们的园区 各个园区 像这个尼卡 这个汽车城 第二呢就是 企业所需要的这个水电天然气人物 都有完善的配套 各个园区呢 都有相关的配套设施 第三呢就是还是一个交通位置 根据客户的需要 要么就是靠近中台铁路沿线 就是大陈为园区 以后就是 这个中台铁路的其中的一站 要么就是靠近这个EEC 东部经济所 靠近临差丸港口 靠近深水港 其次呢就是我们园区呢也是同样 享受这些投资优惠政策 前面有介绍过有提过 就是第八条呢就是说如果说您在 选择在大陈或者巴仁府 前五年你可以享受一个电价的一个折扣优惠 那你们电价是多少钱一度 大约是3.4泰铢平均 因为泰国也是分一个分股店家 那那个就是波峰的时候大概在什么水平 大概4.1 低股2.6 除此之外很多企业来也可能不熟悉太多的情况 可能就说要么就先租试一试 所以我们园区呢也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租赁厂房 你可以先租觉得了解了 了解太过市场了有客户了 那可以再来买地购买建厂 就是你现成的厂房不卖是吧 只租 对 然后一个土地利用率 没有一个建立率啊 绿化率的要求 只是说在这个厂区四周留一个十米的消防通道 就可以了 那那个租的话 标准厂房租大概是在什么价格 也是看位置 大概就是在180泰铢到200泰铢之间 每平米每月就是租金 越靠近港口或者越靠近曼谷的就越贵 大概是185就贵了 现在 185 对185 然后就是我们洛加纳这边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有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团队 我们有这个中国团队 专门针对这个华语的客户 提供全程的服务 从您来这边来考察 做项目咨询 到这个后期的这个建厂 申请或者是办各种征兆 我们都是提供全程的这个中文协助 当然针对一些用功量较大的企业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招聘服务 目前呢我们大约有 所有园区大概有650家客户 中资企业大概有80家 这是丰富在各个区域 像罗永府有两个园区 大城有20家 恰恰也在这 对恰恰也在这 这个海底捞 海底捞也进你们工艺园区 对是在大城园区 他们的工厂 最后第三部分就是一个投资成本 一般就说看客户你这边的一个需要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边建厂的话 和泰国政府啊 就是一般要交三个税 第一个企业所得税 第二个是一个增值税 7% 第三有一个叫房产税 按照政府对土地和城坊的一个平估价 大约是0.3到0.7 就这三个税 再没有其他的税了 然后电费呢是直接跟这个泰国电电局还申请 它也是分股电价 根据您的用电的这个需求 有22千伏 15千伏 水费呢就是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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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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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一个大概的一个人工成本的费用 这里要说的就是在泰国经营工厂企业的成本 企业的压力会小很多 因为这边呢 它社保呢只要求你叫纳5% 企业缴纳5%就好 而且呢 有上限 有上限 对 就不超过750台柱 这边是我们总结的一个港口的距离和运费 如果有用到天然气的 直接跟泰国石油公司PTT来联系 也是一个接地用样 跟园区呢 交一个水费 还有一个污水处理费 还有一个费用呢就是园区的管理费 大概是1200台数每来每月 好 这边就是园区的一个基本情况 一个成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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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